然后我做一个自我的提醒 这期视频的标题可以叫 十年之后中国房车市场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未来 为什么这么说 从专门出来玩房车以来 确实对这个中国房车市场的认识 有了一个更新和升级 但是这个升级呢不是好的 是坏的 现在好多地方都不欢迎我们房车 然后车友们也在讨论 说中国房车未来会不会死亡呢 就这一点啊 其实我是持乐观态度的 虽然说现在很多地方不欢迎房车 很多玩房车的人呢也不知道自律 到了景区之后把厨房一支 然后各种的煎炒烹炸 聚会晾衣服 导致很多景区不让我们进了 广西云南海南 这些地方已经明确的不欢迎房车了 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事件 包括我前段时间停的那个清水湾 现在也不欢迎房车了 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中国房车市场发展过程中的 必不可少的经历的事件 就是震痛期吧 这个震痛期是由什么带来的呢 我觉得是由房车的人带来的 目前我们玩房车的人可以分为这么几个群体 活跃在最前面的 就是我们房车自媒体人 他们是以这个为职业 传播房车文化 然后呢绝大多数人呢 是老年人 退休了之后靠房车养老 还有一少部分人呢 是有时间又有钱的年轻人 那么在这三种人里边 从我个人认为啊 我觉得占比例最大的这部分人 对房车现在的现状 要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因为正是这些人 他们的玩房车方式 影响了很多这个旅游目的地 对房车的印象 这些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城市 他们对房车从最开始的好奇 就是你在那做饭 他们在那参观 哎挺好挺好 到后来的反感 都是因为我们污染了当地的环境 免费的使用了当地的资源 是因为我们的这些素质造成的 为什么我说是 这些退了休的人造成的 因为自媒体人 毕竟数量少 年轻人玩的数量也少 少 无论是做好事还做坏事 都成不了气候 那么在这呢 我们也不是说过多的去黑 这些退了休的 玩房车的叔叔阿姨 大哥大姐 他们其实也不是故意的 因为你看这波人 都在60岁左右 他们的生存环境 他们的文化水平 他们的生活习惯 就是这样的 在家其实他们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爸我妈 我不止一次次说过 在老家的时候 他们也随地吐痰 他们的垃圾往地上扔 扔完了之后自己再去扫 只不过他们把这种生活方式 从自己家的院子里 带到了公共区域 那你说 可能有人问了 说你在自己家行 在公共区域能行吗 他这种生活习惯 他一时半会很难改变 除非受到很大的刺激 和很大的监管 所以我说 阵痛期是因为他们带来的 但是当这波人 退出中国房车圈 那么当更有素质的一波人 进来的时候 年轻人进来的时候 当现在的年轻人变老了 进来的时候 我们玩房车的行为 可能就会好了 因为现在很多老的车友 在聊的时候 60多岁 都说我还能玩几年 玩10年 70了 也就很少在路上玩的 因为身体也不允许了 所以我说 时间可能会致于一切的良药 再加上未来 我们房车市场 肯定会向前发展 营地也会越来越多 房车市场上 可能也会建营地 包括政府 也可能会建营地 所以真正的 中国房车的阵痛期过去 美好的未来 我觉得应该是在10年后 关注老万 一起分享房车知识